幸福加勉 快乐加倍 你是跟大卡车打交道的呀 所以呢我扫门越亮越大 你扫门叫他听不见啊 我的佳琪 全毁了 谁毁的自己毁 来谁呀 漂亮 很接近了 我给你一个 幸福加勉 快乐加倍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为大家特别奉献的 大型互动竞技类节目 幸福账单 我们是 幸福三宝 我是薰宝 我是月宝 我是龚宝 我们幸福账单升级了 会当临绝顶 每期无足账单分享人 将通过三轮竞技激烈角逐 本季唯一 我是竞技王的荣誉称号 没错 我们将进行的是三轮比赛 分别是第一轮的抢分排队赛 第二轮的两两对抗赛 和第三轮的鸟心理赛 今天的五组选手 已经是蓄势待发摩拳擦掌 谁能笑到最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吧 幸福加勉 快乐加倍 一起来看幸福账单枪 机票 便携式话筒 音响设备 音乐剧门票 护肤品 来 乃哥 我们先来 乃哥 最熟悉的吧 来吧 发筒 便携式的 便携式话筒 便携式话筒 是怎样一张账单 有请分享人 来 真诚的友谊 来自于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一名活动主持人 我的名字叫刘洁 我来自河北省三河市 今天也是非常地开心 非常地高兴 能够有幸地来到 幸福账单的舞台之上 和大家见面 在此请允许我 为各位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祝愿大家心情永远舒畅 生活永远幸福 谢谢 这筒才吃饭 这筒才吃饭啊 你这是自带话筒来的呀 这现场都有话筒 你怎么还自带话筒呢 因为我除了是一名主持人以外 那我也是特别喜欢唱歌 也是一名唱歌的爱好者 所以你说的是不仅当主持人 还练歌的一个话筒吗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 话筒和音箱 二者合一的那种 对可以说这个话筒 满足了我对唱歌的一个需求 特别的方便 你看一下啊 就是直接打开 然后连接蓝牙直接就可以唱 想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 音箱啊 它音箱是在里面自带的 这个就是音箱了是吧 这就是音箱了 对对对 哇 已经要寄见你 那是一个传天 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浪海变化 要一个车 来 帮我扫一下 我也要买一个 扫一个 扫一个 你既然是主持人 我想问一个 就是你会在各个场地 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吗 没错 那我经常会遇到过很多次的 这样现场的突发状况 让我记忆犹新的 就是我正在主持的时候 然后突然之间现场全部断电 你看这又停电的时候啊 这个作用不就出来了吗 对啊 那它不就可以了吗 那你怎么处理呢 话节呢 你要现场再现一下吗 那就把我们今天的现场 当成当时的会场 好 然后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好 好 来试试看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随时此刻不要慌张 不要着急 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并且保持安静 我们今天现场呀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请大家稍安勿躁 我现在用最大的音量 在和大家说话 由于我们现场比较大 尤其是坐在后面的朋友 是否能够清楚地听到我的声音呢 如果可以的话 掌声试一下好吗 哦 能听电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也正在及时地检修电路 我相信很快地将会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议程 那此时此刻呀 我发现咱们大家的热情度不减呀 所以主持人呢 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共同来和现场的朋友们 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 那首先 现场的朋友们 拿出我们的手机 把我们手机的手电筒功能打开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头顶上 我相信 今天的这束光 将是我们今天现场 最靓丽 最温暖的一道风景线 素文啊 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的歌唱得都特别地好 那主持人呢 要跟大家做的互动呢 就是对歌互动啊 由我来唱上句 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来唱下句 朋友们你们说好吗 好 好的 来大家做好准备 华兰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 一条大河 我狼困 流氧 转过了几道碗 哇 我觉得今天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真的是太棒了啊 是不是今天咱们音乐学院放假 大家都来到这里了呢 主持人 主持人 已经恢复了 恢复了现在啊 来电了 来吧 来吧 确实当主持人需要在场上的各种极性应变的能力 那接下来要看你 即兴的应变能力了 该我们考你了 好不好 来吧 我们一起步入挑战机 来 第一轮为 抢分排位赛 五位选手挑战同一款游戏 采取末位淘汰制 成绩最差的一位 将无法进入下一轮挑战 爆汗离开 为各位选手加油吧 杯杯相扣 漂亮 不论是主持人出身 那是一个吻字了得 开局非常顺利 好会吸啊 别着急 没有时间限制 完成了一次 刘洁接连失误 希望他稳住心态 差一点 速度跟角度一定要注意 谈那个位置很有讲究啊 你可以先定凝神 桌子上紧升四组杯子 刘洁摒弃凝神 这一次出手 他能否成功呢 漂亮 可以了 两分 找到方法了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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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不错 好差啊 差一点 最后一个 加油 刘洁在最后关头 终于找到了手感 在众人的关注下 弹出了最后一个杯子 漂亮 漂亮 太棒了 刘洁最终拿下了四分 好的 四分 向老师 台上就坐 来 谢谢 幸福站单 一起来看账单墙 好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旅游一下 瞅瞅 鸡票好不好 来 有请账单分享人 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张紫兆 然后是一名导演 也是一名编剧 然后现在的话 是一名短视频的编导导演 你这个计票是啥意思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写的 一个剧本有关系 叫做再见也要微笑 然后呢 它是讲述一个残疾女孩的故事 当时写完了本子 但是可能她不被事常认可 然后我就在想 那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说我是不是要找一些人 去采访一下 看看是不是与现实不太贴合 然后我就在网上 去搜索一些小视频 然后去找一些和我女主角 很相似的女孩子进行采访 然后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嗯 发了一个私信给她 我觉得你和我的女主角很像 因为她的笑容很阳光 然后今天她也来了 把她请上来 我们一起来聊 来来来来 好漂亮的小姑娘啊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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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艾田七 对 你当初接她私信的时候什么感觉 当时我可能是刚开直播 有很多人给我发私信 我都会去看 然后她发了一段很长的话给我 我觉得很真诚 好 然后去回复了她 跟她说一声谢谢 因为她真心想帮我 她也想更多地知道你的故事 成为她剧中的真实的素材 对 就很多打动人的剧本 必须来自于两个字 那就是真实 真实 和真诚 所以你的机票 就是买了机票去找她吗 对 你就真的买了机票 去扇尾找她了 对 去扇尾 但是去扇尾 其实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她当时 她在家里是住在五楼 是楼梯 没有电梯啊 她受伤之后 出院之后一直在家里 她没有办法下楼 然后整个人就困在那个屋子里 就没有办法出去 然后我就在想 她正好要搬家 那如果借这个机会 她可以直接走出去 去接触社会 那对她的身心恢复会更好一些 所以那个时候 她说她要搬家 然后我说那你等我 然后我就去了 你去帮她搬家吗 对 我就直接从北京 飞到了扇尾那边 然后去帮她搬家 你是哪儿人 我是东北人 必须的嘛 必须的 东北的嘛 东北女孩 跑到扇尾去找你 对 我们就跨越了 两千多公里 然后她就可以过来找我 找你搬家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会有联系 其实那个时候 也是担心她在家里 待的时间久 不跟社会去接 然后我就会天天不厌其烦地 给她发信息 然后问她 你今天好吗 你今天都干了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陪伴有的时候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不管是你的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或是爱人也好 我觉得陪伴都是最重要的 嗯 你这个剧本 因为跟她这段奇妙的缘分相识 会变得更丰满了 对 现在有没有机会 可能会被拍成作品 其实它是一个电视剧的剧本 35集我已经全部网稿了 然后希望能有一个机会 把这个剧本拍成电视剧 因为我也想让更多的年轻人 去知道残尖人的生活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社会 要怎么去接纳他们 他们和正常人一样 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嗯 很赞同 我们两个相遇的时候 其实是我的一个低谷期 我懂 对 因为那个时候 视野不太成功 家里妈妈也生病了 然后就整个人就很糟糕 她一直是在鼓励我 然后就告诉我有些事情 你可以怎么样去做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感谢她 就是那种陪伴是相互的 互相服务的 我觉得很值得 真好 有的时候可能飞越2000公里 去帮你搬家 是一个帮个小忙 但是你会帮我们大忙 让我听听你的歌吧 好不好 好吗 也许我们还能帮上更多的忙 嗯 加油 好吗 加油 一起来 来吧 嗯 先再大远前 细心好好的路 在下个之阵 到天后 动言再好 在时队的广场 谁都总会有帐 我没有歌迷有他景价 再拍得新鸡定外类 面上有种顾客之后 再提醒任我唱 未必风光更好 人气不过肥族空 即使有天海阔长 谁让一场 他不可到现场 仍然风至放弯一场 不免爱的我真样唱 启动爱歌跟我唱 我是敏强 对此与好凤亡 难口口在外在一边 带声温柔的唱 其实心里最大理想 跟他鬼歌为他传 下一站天后 对 当时选这首歌 其实就想下一站 我们都会丑一天 好的 希望你们这个电视剧作品 能够早日见面好不好 我也希望 期待 加油了 你来挑战 我来挑战 好的 你给他加油 给姐妹加油 好 来吧 我们一起不如挑战机 抢空排位赛 面对上一位挑战者刘洁 完成四组杯子的成绩 张子赵能否进行超越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杯杯相靠 三 二 一 开始 张子赵写得了剧本 弹杯子怎么样呢 那这个算吗 先进行下去吧 先进行下去再说 所以他以后自己掉进去了呢 这个算了 是吧 果然 善良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张子赵幸运拿下一分 不过后面的游戏还是要加油啊 没事 不着急啊 有了天机的鼓励 张子赵能否拿下这一分 好 没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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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好 你看 两个了 差一点啊 自己摆一下 我自己摆一下 自己摆一下 不要着急 希望张子赵不要受到意外情况的影响 稳住心态 好 三个了 场下的刘洁感受到了压力 加油 我努力啊 叮咚 好 现在最好成绩是四个 现在三个了啊 能不能打平 最后一组杯子 张子赵能否追平留起了记录 漂亮 基本安全 最起码跟上一位选手持平之后 我们还可以有新的机会 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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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台上就坐 好的 继续比赛 赛况播报 在贝贝相扣的游戏挑战中 主持人刘洁和短视频编导张子赵 同样完成了四组杯子 并列第一名 后面三位挑战者 能否超越他们的成绩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 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吧 继续上三分享 好的 接下来 还有三张 咱们选哪个 音乐剧吧 听听音乐剧 各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张士龙 今天22岁 毕业于大连艺术学院音乐剧转业 大连艺术学院 我们老家的学校 你这张音乐剧门票 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 就是非常喜欢音乐剧 从小就开始学着流行舞 然后高中又走的是音乐转业 然后考的音乐剧转业 就是算是一个梦想吧 大学又出去看一些音乐剧 学习 学习什么的 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剧吗 我之前在上海看了一部 叫《摇滚年代》的音乐剧 很有名 《摇滚年代》 音乐剧有的时候 会给人这种印象 就是说着说着就开始演 演着演着就开始唱 唱着唱着就开始跳起来 所以每一个音乐剧演员 他需要具备非常综合的 艺术技能和修养 复合型人才 你能简单地 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谁啊 马老师在吗 马老师不在 龚老师在吗 龚老师睡觉呢 约好一起出去玩呢 我们不出去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我去不去就不去 我们就不去 晚上还有晚自习 不是说好了吗 谁跟你说好了 我明天还有考验呢 你们竟然如此这般 全部将心于我的佳琪 全毁了 谁毁的 自个儿毁的 来谁呀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把你真正的实力告诉我 那个朱欣老师 我当时您在我们学校 办过一场签售会 是的 我当时特别想去看您 但是正好碰到我上课 然后就没去成就特别遗憾 但是呢 那一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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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我知道太多事情 总是无法预计 比如说上天让我遇见你 心中有太多情绪 已经无法言语 不确定也许 我早已爱上你 早知道是这样 不许笑 你就觉得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放情感进去了嘛 就特别是音乐剧演员 要给出去 加油小伙子 音乐剧真的很美妙 期待着你的作品吧 来吧 那接下来到你的挑战了 准备好了吗 来 我们一起步入挑战区 来 想分排位赛 目前的比方榜中 刘杰和张子兆同样完成了四组杯子 并列第一名 第三位挑战者张士龙 是完成五组杯子 才能确保顺利通关 一起为他加油吧 来 三 二 一 开始 音乐剧演员张士龙弹出了第一个杯子 好的 漂亮 好的 漂亮 张士龙已经找到方法 连续成功两克 厉害 好 基础很好了 这个不错了 没关系 一会儿再见 好 三个 把这个摆上 已经三个了 现在还剩下一半的杯子 此时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发挥 不知道张士龙出现了什么情况 接连出现失误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调整完杯子的摆放角度后 希望他能够拿下这一分 还是三个 想必此时张士龙的紧张程度 到达了极限 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 抛去杂念 放手一搏 幸运追平比分的张士龙 即将弹出最后一个杯子 杯子没有掉落 他太幸运了 那就是五个 祝贺你 成功 台上精作 再矿播报 在微微相扣的游戏挑战中 张士龙完成了五所杯子 超越刘杰和张子兆 赞列第一名 下一位挑战者能否刷新名字呢 敬请期待 幸福张丹强来看吧 来吧 好的 接下来咱们选护肤品吧 护肤品吧 化妆时间长了 皮肤需要保养 分享人有请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长治市的一名戏曲演员 我从事的这个戏曲的剧种呢叫上党烙子 不知道各位剧歌没有用 烙子 对 上党烙子 是我们山西舞大剧种之一 嗯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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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看看我家想念 身为荡肠在下 不能为英才叫做主 回到这儿下来呢 可叫大气自己的妄伯来了 这次我是你 你大会 真好 你知道我也爱戏 知道知道 我也爱戏 因为我是北京女孩 所以我就爱唱京剧 但是各个地方去 都有自己的小弯小手 特别有味道 对的 这护肤品是啥意思 护肤品的话 就是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 因为经常下乡嘛 然后就是护肤品用的贼多 总风吹日晒 得对得起自己这张脸 下午化上妆以后 然后开始洗掉 洗掉然后晚上继续化 化完以后再洗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加演三场 然后就是上午也得洗 就是一天一直在 就是平凡的洗脸 洗脸 护肤很重要啊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账单 就是护肤品 我听说你今天还带了一个特殊的 有小吃是吗 对 长治是全国的曲艺名城 当然 我们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 这个地方的曲种 所以说我今天不仅带来了 我们家乡的这个小调 还带来了家乡的美食 就是一道菜就一款信 一道菜就一种信 对 来吧 来吧 没见过来 来吧 这道山西的庆州黄 小米粥 长治的小米啊 那这一句 有一句话说的是 中国的小米看山西 山西的小米一定是看庆县 它上面一层皮 你看它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米油 熬制完以后特别特别的香 而且是美容养颜 养颜 而且关键养胃 养胃啊 而且女孩多喝小米粥 对身体特别好 对的对的 养胃养颜 对 养胃养颜 还不那么发胖 这个 哎呀 真好喝 这就什么曲儿 就来什么玩儿 对 这个是就的是我们 庆县的三贤书 全哪个走 小乔走唱 山西苏多讯百花座 庆县的庆县 庆县的庆县 山西苏多村 藤天不醉 且用紫 提侈妙 且走火 且走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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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为什么地方是一定要在田间地头听最有味的 就是因为它带着那种烟火气 对 我就觉得我就捧着碗听你唱 这段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觉 是不是 这样 那叫原汁原味 这是什么 这个是来自于我们长子县的长子猪头肉 它这个猪头肉是肥而不腻 它这个肉你可以看一下 特别的薄 切的那么薄 所以说它再拌上我们山西的这个醋 尝一个老尘醋 就差点尘醋 然后还有蒜泥 这个再配上面绳那是一绝 太好了 来一圈 这个给大家唱唱我们长子的古书 唱两句山西面神 欢迎大家来萨西 哎 有点要 车上对农家拉车面 拉车面 拉车面是长手面 拉车面是红鱼面 拉车面是小面 拉车面是家小面 那为什么叫梅西呢 你看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 它是那个酸甜口的 那酸甜口的性就着什么调呢 什么样去呢 一定是就着我们五香的这个开花调 开花调 开花调本身它就产自于田间低头 年轻的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 酸甜甜的爱意 来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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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歌流 你在歌 有那小四哥哥呀 走走走 真的 太适合这些呢 你这份酸甜我们算收下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迎接挑战 来 抢分排位赛 第一轮的赛程已过半 王贝贝即将对前三名的成绩发起挑战 如果失败 她将会面临淘汰的可能 一起为她加油吧 没有时间限制 稳住了啊 现在最少的是四个 这好有压力啊 最多的是五个 加油 三 二 一 开始 漂亮 漂亮 好的 两个 好厉害 百怕北路啊 三个 三个 王贝贝连中三元 难道和长期的戏曲手势训练有关吗 四个 王贝贝的精彩表现 精彩了场上的所有人 五个 六个 六个 王贝贝出手必胜 已经成功拿下六分 绝对算得上这个游戏的教科书示范 七个 你有本事打通关 八个 九个 最后一组如果成功 王贝贝将拿下满分 此时所有人都在看着她 她能否创造奇迹呢 十个 十全十美 我的天哪 我估计这是今天的最好成绩了 也不能做好了 肯定是安全了 你好棒 来吧 恭喜你成功进行 开箱就做 赛况播报 第四位挑战者王贝贝完成了全部十座杯子 顺利通光 稳坐第一名的席位 现在压力交给了即将登场的第五位挑战者 敬请期待 幸福账单墙继续来看 最后一个 影响设备 来有请账单分享人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高丽霞 我是一名焦化厂的工人 是做什么工种呢 我是私棒工 什么叫私棒工 我们那个厂子呢 拿大卡车把煤拉到厂子里头 经过焦炉 然后练成焦炭 然后我们再把焦炭销售出去 我就是负责地量的 就是大卡车到您那过地秤 是吧 对地方 这一车多少端过去之后跑去了 车多重 然后一共车没多重 对 那您不是总跟大卡车打交道 是啊 我就是跟大卡车打交道的呀 您听我的嗓门特别大嘛 我又天天指挥车辆呢 我跟那个司机说 师傅上班上班 上了班以后有的不合适呢 我说倒车倒车往后倒 所以呢我嗓门越练越大 大嗓门 你嗓门小他听不见呢 对因为打卡车那个发动机的风鸣声 我必须地掩盖了那个声音 所以他才能听见我再喊他 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大嗓门 是吗 你可以买一个牛杰的那个便携式画筒 所以人家今天账单要分享的不就音响设备吗 真的要弄一个便携式的 其实你就不用喊那么大嗓子了是吗 不是 我这个音响设备呢 是因为我喜欢唱歌 然后呢我身边呢有好多的歌友 我们在一块唱唱歌 唱唱歌 对下班以后呢可以多少呢 释放一下自己的疲劳 是这个意思 那明白了 那就听听您的大嗓门 可以呀 哎师傅 哎师傅 你家在哪里 我家蒙山头 哎味道有了 也能唱内蒙的那个 就比如说草原夜色美 来 草原夜色美 姐姐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话敞亮 内心敞亮 歌声敞亮 因为我是山西人 我们这女人就是比较好卖的 好卖的 没错 来吧 来一首《黄河源头》 有请 黄河源头 在哪里 在木马汉子的旧湖里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在赶尘姑娘的歌里 唱歌茫茫的涌呀涌 铺天呀白地 金戈山山的湯呀湯 容多少寻觅 一朵浪花是一颗脚印 向太阳到个神奇的地方走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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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平 来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挑战了 好吧 你超过四个安全 好吧 要三个就您走了 加油 好 来啊 来 加油 抢分排位赛 抢分排位赛 目前的比分榜中 王贝贝稳居第一名 刘杰和张子赵同样完成四组杯子 并列第三位 如果高丽霞完成了四组以上 那么她将顺利拿到晋级席位 她能否成功进入下一轮呢 谁又会遗憾离开呢 来 背背相扣 请加油 三 二 一 开始 唱歌靠嗓子 游戏可得靠双手了 一个 一个 没有啊 两 两 高丽霞开取连续得分 难道又是一个隐藏高手 第三组虽然失败 但只要转回前两组的状态 晋级应该不是问题 作为最后一个选手挑战者 此时稳定的心态才是最关键的 高丽霞高开低走接连失败 你可以摆一下 如果她不正的话 留给高丽霞的机会所剩不多 此时出手一定要谨慎 好 可以可以 三个 再完成两个 就顺利晋级啊 高丽霞只要发挥稳定 成功拿下这一分 雅力将给到张紫照和刘洁 桌子上还剩两组杯子 高丽霞如果全部成功 将晋级赛一轮 如果仅成功一组 比赛将进入加时赛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非常的关键 高丽霞能否抓住最后的机会 将比赛突入加时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太遗憾了 高丽霞被淘汰 没关系 大姐我们就在边上 我们看看他们一会儿啊 怎么比 好不好 好的 好 大姐在边上请就坐 赛况播报 最后一位挑战者高丽霞 最终只完成了三组杯子 没有超过刘洁和张紫照的成绩 位列第五的她只能遗憾离开 无缘下一轮挑战 恭喜四位挑战者 第二轮为 两两对抗赛 在这里首先要恭喜四位 成功晋级第二轮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那第二轮谁先打头阵出场呢 给大家抽一个 我来啊 好 看一看 是她了 一号 三号 你是今天的团宠啊 来了 来吧 四龙 来 现场在第二轮还有三位小姐姐 好 四龙看看你选择的是谁 好不好 你先看一眼你想跟谁拼 我觉得肯定跟四号 高 哇 来 她要给你硬钢 小伙子有这镜头啊 来 抽一下 抽一下 看看这几号啊 几号 四号 如你所愿 贝贝 来来来 抽谁是谁 想谁来谁 你刚才看到她的实力了 好 是龙贝贝二位啊 我跟你说 学系的人就这么一个特点 不怕吃苦 就不怕 下硬功夫 这才能拿下每一个作品 其实我觉得你学音乐剧 22岁一个学音乐剧的同学 我觉得像戏曲多学习 你才能够拿下真正的好东西 好作品 好吗 我们在游戏当中先碰撞第一轮 来吧 给两位准备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我也不知道 走起 走着 接下来这个游戏的名字叫飞杯套瓶 飞杯套瓶 挑战者需要用手指将放在桌边的杯子弹起 成功套到对面瓶子的瓶口上 率先完成选获胜 飞杯套瓶 3 2 1 开始 幸运之星张士龙对战游戏高手王贝贝 一个实力抄群 一个运气爆表 这样的对决太好看了 这个非常有难度 因为有一定的距离 弹起的高度跟角度都是有要求的 试龙好像找到一些方法 贝贝啊 第一轮手感其佳的王贝贝 再次遇到熟悉的老朋友 但是这次的杯子似乎有些调皮 完全不听王贝贝的使唤 你们可以尽情地用杯子 可以重复利用没有关系 张士龙这边也是如此 依旧在不断尝试 通过一次次的弹起来 找到经验啊 此时谁能率先找到手感 谁就能取得胜利 看王贝贝这次非常有戏 其实已经进去半个了 张士龙的这一招也有机会 试龙差一点 比赛已经进入白日化阶段 两个人都找到一些方法 现在去看谁能抓住机会 还是一个抛物线啊 抛物线 副手的那一瞬间 手指的勾的角度很重要 没课 已经很接近了 好的 这个时候每一次的抛出都至关重要 毕竟只需完成一个 测看谁能抓住最关键的一次机会 太高了 恭喜 我们就是挑最厉害的来比拼对不对 就要挑最厉害的 并且战胜她 是吧 好的 那恭喜我们的小伙子 成功竞技下一轮 也谢谢贝贝 谢谢 谢谢 我们台上关带 有没有挑战宣言 努力 加油 转起过下一关 这都不是事 哎呦 天空飞来我字 这啥都不是事 太狠了 这个东北女孩 我觉得靠谱 是的 好的 来吧 两位请准备 我们一起步入挑战区 来 哭通叮当 桌面上放水的玻璃盆中 交付着三个小碗 挑战者需要将小球抛出 通过桌面的反弹力 将小球盘入水中的小碗内 率先完成三个小碗者获胜 突通叮当 游戏开始 第一轮打平的刘杰和张子赵 在这一轮将会淘汰一人 游戏本身不难 重点是掌握力度和角度 进了 一个对 刘杰率先拿下一分 张子赵似乎遇到一些问题 张子赵这个角度看好 你看老打这个平口呢 张子赵能否评借这一颗 追评比分 刘杰被追评比分之后 逐渐失去了手感 不过张子赵这边 进展也不太顺利 因为小碗一直在飘动 对 跳来了 跳来了 跳出来了 比赛越来越紧张 谁先拿下赛点 就站罪了主动拳 晓 Haslam 两个了 这边两个了 两个了 这边两个了 rophy 有只能量了 一些爱 kamu 有只能量了 ño杰 这边两个了 报过了 召唤 between 决胜最后的一个小碗 漂亮 漂亮 爆出来了 爆出来了 真没想到 两个人你对我敢 先后拿到了赛点 此时最重要的就是 稳住心态 看准时机 果断出手 千万不能犹豫 不通声 此起彼途 加之为现场的紧张气氛 动不动了吧 尤其这一球有机会绝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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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完成了 完成了 让我们看看边边 好 三个碗中都有了小球 恭喜刘洁获胜 恭喜刘洁 好吧 那刘洁恭喜你 这轮获胜进到最终的决赛 好的 我们台上就坐 好的 恭喜世龙刘洁 闯入最后一关 祝贵你们 那接下来考验的是 两位对时间的把扣能力 我们一起进入尖峰时刻 来 第三轮为独秒心理赛 两位挑战者坐在机械座椅上 在指定位置拍下座椅旁边按钮 并根据自己对时间长度的掌握 在合适时机按下停止键 三次后时间相加更接近30秒的一方过剩 成为本期竞技王 尖峰时刻 两位选手请就位 第一次机会 三二一开始 好的 世龙 你刚才的时长是10秒70 刘洁 17秒整 三次机会 相加 无限的接近30秒 第二个高度 第二次机会 两位 三二一开始 刘洁 你这一轮 10秒07 上一轮 10秒70 你还差多少秒 赶快现在自己算一下 刘洁 你这一轮14秒44 第一轮17秒整 三轮相加30秒 但是现在你已经超了30秒 你自己赶快算一下 最后一次机会 开始 漂亮 来 大屏出结果 做好距离准备 远离30秒的将掉落海洋球池 三 二 一 走 来 世龙获奖感言 90%的努力加10%的幸运 如果说别的多少有一些幸运 但是我觉得学音乐的同学 对节奏是有一个敏感的 这也是跟你平时的训练息息相关 接下来22岁的小伙子 你的艺术之路很长 为你加演 请走上荣耀之路 来 蓝石龙转身从福宝手中接过属于你的专属奖杯 恭喜你获得本场的竞技王 好 适合你 幸福招待 我为你的幸福买单 看上你的故事 我们就在你身边 幸福招待 我为你的幸福买单 只要你能够超越人 下一代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战斗故事和竞技挑战 您是不是也想分享属于您自己的故事 报名参加我们的挑战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节目 请问您的个人资料 发送到屏幕下方的邮箱 让我们一起为幸福而战吧 幸福加勉快乐加倍 让我们下期再见 幸福加勉快乐加倍 这是宋年的造型 可是他舞蹈功力非常深厚 所以给点难的好不好 对对对就这可以 再见 其实我很厉害的 就是这个鞋太高了 可不可以勇敢一点 再回到你的身边 那想说的话都让你听伤 好的 漂亮 好的 漂亮 好的 漂亮 三比三平